為報復加拿大逮捕華為高管孟晚舟 中共拘禁兩名加拿大人已超過600天 加拿大作家文達峰認為 在與加國發生外交問題時 中共第一反應是劫持人質 顯示加拿大與中共的價值觀根本不相容 文達峰說 如果美國要求引渡的是日本、韓國或台灣公司的高管 就不會出現人質外交 文達峰認為 中共一直在向國際社會灌輸一個幻象 就是它會改革 會走向民主 直到2020年 中共掩蓋疫情造成生靈土炭 各國終於清醒過來 文達峰說 中共遇到麻煩時的一個習慣表現 就是極力掩蓋 2002年SARS擴散全球就是慘痛教訓 但它並沒有吸取教訓 面對嚴重的新冠疫情 依舊是扼殺信息 扼殺新聞 文達峰的眼裡 中共體制實際非常脆弱 不允許有任何異議聲音 對香港也越來越強硬 至於中共何時會崩潰 他這樣預測 這對中國人來說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 從外國人來說 幾乎是無法猜測 他們認為足夠是足夠的 人家的大記者戰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